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Thanksgiving 首先祝大家Thanksgiving 节日快乐 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话题 就是华尔街趋势投资选股方法 第二集 上次在周一的时候 我们做了第一集 然后反响是非常不错 有些朋友在我们的微博上留言 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我要回顾一下 这个方法是由威林奥尼奥发明的 那么他的有一本书叫《笑傲股市》 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 How to make money in the stock 这本书是在美国的股票的 入门的书当中的畅销 非常非常畅销 而且年份是非常久的 今天我们再以德海尔医疗 作为一个案例 德海尔医疗的股票代号是DHIN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一 图一上面显示呢 我们给德海尔这个是Investors 就是威林奥尼奥创办的这个网 这本投资者日报的一个网站 官方网站叫Investors.com 它下面也有个旗舰产品叫Market Smith Market Smith上面的显示呢 他的这个德海尔医疗呢 有一个板块的强势度 这个板块强势度呢 我们明天还要讲一下就是 是关于这个医疗器械类板块 由于最近我们过去的二三十年啊 我们整个的全球的经济都在持续的一个发展当中 那么大家的收入都在增加 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呢 对于自己的健康 以及未来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呢 有非常大的关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医疗板块的一个 整个在整个的美国的197个板块当中呢 是属于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板块 所以它这个板块呢 我们是给予这个A plus 就是最高的一个等级 那么德海尔医疗呢 是属于一个医疗器械类板块 是属于中国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的在板块当中呢 非常强势 那我们今天也要说明一下 德海尔医疗呢 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客户 待会我们会有一个disclaimer 那么后面呢 就是一个评价呢 我想请投资朋友注意 就是关于它的accumulation和distribution 这个评价 那么什么叫accumulation和distribution呢 就是它的这个股票在过去的 比如说90天当中 是买进多呢 还是抛出多 那么这个评级呢 也是属于A 也是属于非常好的 那么第二张图呢 我想给大家看呢 就是德海尔医疗的技术图形 从这个图形来看 这个股票呢 近期在创出4块1毛5 52周新高 现在大概回落到9%的一个幅度 从52周新高回落到 回落了接近10% 那么如果再度突破4块钱的话 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点 那么也可能随后呢 涨到4块1毛 甚至接近4块7毛 到5块的一个target price 第三张图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nvestors.com 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板块 也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一个就是IBD的股票体检表 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呢 都去做 都去做过体检 那么在体检当中呢 就会发现 就会 体检当中呢 就会对各个身体呢 的状况都会做一个体检 那么同样的 我们对个别的股票 也可以做个体检 这个体检表非常有趣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方法呢 是从大盘到板块 以及到个股 首先呢 它给一个绿色键 大家可以看到图3当中 整个的market exchange 整个的一个大盘的趋势 是上升呢 还是下跌 那么给出一个绿色的的话 就是给出一个绿色的信号 是放行的通道 也放行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 整个大盘是在上升 那么在板块方面 它也有一个绿色的信号 也就是说 这个板块呢 在这个上升趋势当中呢 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这个 这个方法呢非常有趣 第四张图呢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SMR rating SMR rating这个IBD呢 解释成说 这是一个smart 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 或者聪慧的 一个聪明的 一个选股的方法 SMR就是它从三个方面 首先是sales growth 营收的一个增长 第二呢是profit margin profit margin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这个产品 有很高的利润率的话 我们相信 那么你的这个公司 未来的价值 就会非常高 如果说一些公司 它的营收很高 但是它的profit margin 非常低的话 那么这个股票的价值 就会大幅的打折扣 好 还有一个指标呢 叫ROI 就是Return on Equity 就是说我投入 我股东投资的 产生的回报率 来看的话 ROI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SMR rating呢 也是一个 我们非常值得参考的 一个指标 好最后一张图呢 就是给大家看 这个技术分析评级 也就是说在很多 比如说 技术分析上 德海尔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RS rating是97 是绿颜色 在price versus 50 day moving average 就是股价离它的52周的新高 也是绿颜色 accumulation和distribution 这个rating也是一个绿色 up and down volume 这个就是说 它在上升的时候 成交量是放量的 还是缩量的 如果下跌的时候 是缩量的话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现象 上涨放量下跌缩量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 Thanksgiving holiday 然后下周一呢 我们又可以回到这个股市当中呢 我们在同一时间 再跟大家见面 欢迎大家收看CRX巨镜的华尔街 好谢谢